基辛格作为中美两国建交的见证者 这位老牌外交官 在政界上的地位可谓是举重若轻 而在2011年 基辛格撰写的名为 论中国的书籍疫情发售 瞬间在我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这本书中 基辛格写道 抗美援朝中 虽然说美联合军与中国签署了停战协议 但其实在这场战争中 最大的输家是苏联 最大的赢家是中国 基辛格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评价 依据又是什么 时间回到1950年 朝鲜半岛上因为美苏两国的介入 导致原本统一的朝鲜半岛 被迫一分为二 但迫切想要统一的双方势力 闹得不可开交 频繁的摩擦 1950年 伴随着朝鲜方面先打响第一枪 朝鲜战争就此爆发 一开始 因为朝鲜方面有备而来 很快朝鲜半岛超过90%的土地 都被朝鲜占领 但随着美国从人传登陆 战场局势瞬间被扭转 朝鲜被打得节节败退 可任凭朝鲜方面 一再向苏联求助 斯大林都没有松口 但与此同时 在美国的快速推进之下 朝鲜一度被打倒了亚禄江边 麦克阿瑟甚至放话称从古至今 亚禄江从来不是划分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唯一分界限 为了打破美国威胁 也为了守护我国领土 在毛主席的一声令下 志愿军浩浩荡荡奔赴朝鲜战场 但是让世界震惊的事情是 当中国志愿军拿着万国牌武器进场的时候 首次的战争中就给了美国当头一棒 之后更是打得美国连连后退 不管是在下级攻势 上甘岭战役又或者是长津湖战役中 美国的司令员换了一个又一个 成盾的炸弹接连的倾斜 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军的损失巨大 大量美军在这场战争中死亡 每个月高达数百万美金的消耗 这也让美国民众愈发觉得 朝鲜战争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存在 尽管在这其中美国曾绞尽脑汁 想要从这其中尽可能地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但每一次都被中国志愿军无情地粉碎 最终在没有任何办法之下 美军只能在1953年乖乖坐在谈判桌上 签下了停战协议 而随着在朝鲜战争中 中国的胜利 这一消息如同飓风般传遍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都十分不肯相信 但对比于此 美国更多是对于 没能赢得这场战争的巨大的懊恼 对此美联合军总司令克拉克说道 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在没有打败对方的情况下 坚属停战协议的司令员 不仅如此 在多年后 许多美国政客都对于这场战争的 没能获得胜利而选择闭口不谈 时至今日 美国人对抗美援朝这场战役 都无法释怀 然而 在朝鲜战争过去几十年之后 基辛格却再一次推开了历史大门 将这场在美国人心中 挥之不去的失败历史 再一次摆在了美国人眼前 与许多美国人不同的是 基辛格却并不认为 这场战役的失败者与胜利者 真的就如同人们所看到的那样 是美国人低下高贵的头颅 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中国在这场战役中扒得头丑 在基辛格看来 实际上 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落下 朝鲜战争失败的见识 已经狠狠地扎在一旁 想要作弊上官的苏联胸膛 朝鲜战争中 最大赢家只有中国 最大输家是苏联 2011年在《论中国》一书中 基辛格对朝鲜战争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从当年的角度来看 在朝鲜半岛上 针刀针枪搏斗的 只有中国与美联合国军 但是如果拨开历史的疑云 我们却不难发现 从朝鲜战争爆发开始 苏联一直在这其中 小动作不断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 被一分为二的朝鲜半岛 朝鲜与韩国的关系 一直火药满满 这其中朝鲜方面 更是想要戒指一场战争 顺势统一朝鲜 斯大林并没有制止 甚至还暗中 给朝鲜提供了军事支持 而有了苏联方面的赞同 朝鲜战争也就此爆发 对于苏联的举动 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实际上 倒在朝鲜方面提出 想要发起战争的时候 对于这场战役 斯大林就已经 萌生了自己的心思 在亚尔塔会议中 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 一半归苏联影响 而另一半则由美国把控 但长期以来 美苏两国因为争霸等种种因素 美国一直想做世界警察 而韩国则是他制衡亚洲的 一大挑板 对此 苏联又怎么会乐意呢 所以 按照斯大林的构想 如果此次作战顺利 朝鲜方面可以顺利将韩国打败 统一朝鲜半岛 那么这个局面 对于苏联来说 是乐想常见的 这样以来 美国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 这样也无法插手亚洲的局势 但如果美军插手 朝鲜战场岌岌可危 那也不用害怕 因为美军的到来 首当其冲 受害的是中国 与朝鲜方面一一带水的中国 绝不会坐视不管 苏联的算盘打得很好 在他们看来 一个刚从战争中爬出来的国家 一穷二白 凭什么和世界第一强各国作战 那么 等中朝两国不得不向自己求助的时候 苏联就可以以协助作战为由 提出条件 而早年时 他们在中国东北占据的港口与铁路等重要位置 也将会在这个时候 进入苏联口袋 便解 朝鲜战争将会让中国不得不与美国 直接的站在对立面 那么这样一来 苏联还将不费吹灰之力 得到一个与自己站在同一阵营的对手 为自己的世界争霸 添加更多的砝码 从这两点来看 不难看出 斯大林的算盘打得很好 这样一来 苏联不管是舒适营 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可如果说只是这样 其实并不能说明 苏联在这其中获得了巨大的失败 只能说明苏联的计划落空 那么 基辛格所说的苏联失败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 苏联最大的失败 应该说是其野心的反噬 在收到金日成求救后 斯大林六次发来电报 催促中国出兵 可是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 根本没有再多的能力 去负担得起这场战争 但反观这场战争 实际上是苏联艺术促成的 所以苏联也应当负担起相应的责任 可实际上 苏联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 在中苏两国就武器一时进行协商的时候 苏联更是罔顾中国的事情 坚持要求以贷款的形式 给中国提供武器 更不用说 当时苏联的提供的很多武器 都存在的不同情况的质量问题 再更让人心寒的事情是 当中国还在为江北联合军 赶出朝鲜半岛做努力之时 为了能争取在这其中取得胜利 苏联方面却依旧惦记着 他们驻扎在大连和吕顺 这两个地方的军队 因为早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按理说 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后 撤出中国 但是种种原因 也导致拖到了现在 朝鲜战争中 最大赢家只有中国 最大输家是苏联 2011年 在《论中国》一书中 基辛格对朝鲜战争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52年 在抗美援朝打的震撼之时 在与中国的谈判中 一方面不愿意就此 放弃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 不愿意明晃晃 暴露自己目的的斯大林 借着抗击美国的名义表示 为了抗击美国军队 苏联军队 为了帮忙抵御这些敌人 一时半会无法离开 对于斯大林的要求 毛主席同意了 但这个不单纯的要求 也让中苏两国之间产生了间隙 并意味着 中国势必要在这场战争中非 胜利不可 但让苏联失望的事情是 朝鲜战争的走向 已经完全出乎了苏联的预料 中国打赢了美国 斯大林早先借着战争的名义 想要让其部队 留在旅顺和大连的目的 就此落空 而这正是基辛格口说 所说的失败之一 但是除此之外 苏联一开始打之的目的 就是想借着朝鲜战争的名义 让中国与其紧紧站在一起 可是在战争中 先是提供武器装备知识的种种操作 再加上预盖弥彰的目的 中国又哪里不知道斯大林的用意呢 所以多年之后 毛主席在同和卢晓夫会面时 还表示 斯大林企图通过逼迫中国做出让步 来使中国变成他的半知民地 而这也是苏联的最大失败之二 但反观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 让中国在这之后绝不会失出无名 毛主席用朝鲜战争告诉苏联乃至世界 中国人民永远是生生不息的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都是独立自主的 绝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傀儡 1953年 随着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后 美国与其纠结的几十个联合国军盟友 深刻地见识到了中国厉害之处 更一举打破了中国人原先在世界人眼中 软弱好欺负的形象 这场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第一次凭借一己之力 打败世界列强的英勇壮举 成功让中国在世界站了起来 除此之外 在朝鲜战争中 中国打败美联合国军获得的胜利 鼓舞了许许多多的还未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 更让他们多了一份 对中国与毛主席伟大思想的敬佩 中国的磅礴力量 让想要欺负中国的人意识到 从古至今 任何一个想要对中国动歪脑筋的国家 都是没有任何好下场的 也让他们清晰地意识到 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 亚洲的失误没有中国的配合 恐怕将无法顺利进行 也为之后中国重返联合国 做出了重大的铺垫 看到这里 或许还有观众朋友奇怪 金星格说 苏联失败可以理解 说中国从中获得最大胜利 无庸置疑 但为何说 美国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输家呢 虽然在这场战争中 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理经历 但在《论中国》这本书中 金星格却认为 从一开始 美国发动朝鲜战争 不过是麦克阿瑟为了自己积攒 踏上政治道路 而发起的一场博弈 并且 麦克阿瑟认为 只要他能顺利拿下 朝鲜半岛的战争 那么到时候 他距离竞选美国总统的道路 也必将更胜一筹 可很明显 事情出乎了麦克阿瑟所料 并最终在这场战役中 折戟沉沙 但对于美国政府而言 他们要想的 不过是维持原有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而在签署了停战协议不久后 美国又借此机会 与韩国签署了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直接将一只脚 插进了朝鲜半岛 顺理成章地插手着亚洲的事物 所以 从这种种方面对比起来说 虽然苏联并未参止 但最大的输家 却是一只旺谱脱离于战争之外的苏联 不知道对此你怎么看的